例行每月的资源分类 大城堡慈祭环保站 职工发挥蚂蚁熊兵精神做环保 大家都是会及时广益 就最近我们就是在出衣服和出玻璃那方面呢 我们就省下很多的那些能力 也很感恩我们的两位师兄 就是世健师兄和叶师兄 把他们的员工带来 帮我们处理掉这些衣服和玻璃 那我们师姐们就真的是省下了很多的力 职工想出妙招 改良环保站运送资源方法 老菩萨们就非常的吃力 每次要玩坐摇来收拾那个纸盐 那尤其是那个纸盐都是蛮重的 有书本有这些 那就是说心里他非常疼惜 老菩萨的门的这样子 那那就想到一个办法 那我们能够尽量改善 我们就改善 让就是想到能够坐像 好像这个大清门车这样子的铁咯 所有的灰宗把纸盐拿来的时候 他们就这样子放进去 那当我们要拿的时候推出来就OK 我之前在搬衣服的时候 每个星期二要出衣服的时候都很怕 就很有压力 就是如果石修没有来 没有这个大金刚来会怎么办 然后就师姐就搬到很吃力 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就是 衣服就从楼上就只可以滚 接下来就省了很多 人力的那个接力的那个动作 环保站设施经过提升 环保工作不仅省时省力 民众捐来环保物也无需费力 大爱新闻这三美之工张志亮 马来西亚吉隆坡报导